闹这磕你都糊涂 网友问我小胡子 为何核子车都在降价 反而国产车不降价呢 难怪都去买核子车 都说国产车飘了 闹这磕你真糊涂 那核子车那是降价吗 是因为受到我们国产车的打压 所以才必不得已打回运行才降价的 也就是说以前的核子车价格定的太高了 现在降价后的核子车的价格 才是被应该挣上卖的价格 你还以为降价了 你可别给那做梦了 以前都搁你韭菜 你看现在大众的宝来老爷 还有日系都降到几个钱了 都降多少了 而国产车为什么没降呢 也就是说以前核子车都在黑我们 搁我们韭菜 为啥国产车要跟这核子车降价呢 国产车出厂本来定价就很低了 还玩暖降啊 就算降也是小幅度几千块钱 它不会像核子车 好几万五七六万那么降 因为它没有核子车那么大的利润 没有谎 明白吗 你看哪个国产车像核子车一样 几万几万四万八万当的降价了 都说国产车内饰又流好 车身板筋强度安全好 那这都是要成本的 不花钱呢 那些日系车 以前都通工减料车什么样子了 同样一款车型 比如本田CRA他们 国内和国外两种质量 是不是 一车两制 你看现在好点了 那不都是被我们国产车逼的吗 要不是用我们国产车的崛起 那核子车仍然还会继续割韭菜 国产车的崛起是在哪啊 哈佛四六冲击最大以前 哈佛六以前那时候出来的时候 多火 卖包卖的 这么大车都死万出头 那时候核子车你买这么大车都不可能不现实 对吧 一点点冲击的 后来 长安七五 日虎八 咱们国产三剑客 对吧 冲击他们 我告诉你 十二三万买SUV 就是国产三剑客 长安七五 哈佛四六 日虎八 这三个车吧 下面就搞 这个价位你买何支车 都是小玩意 不大点空间 要啥没啥 不能买 是吧 那么四分前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 不同意见和想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